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祂的心里有蓝图 祂的时间不错误 在这里很明显旧约的故事 原来是一幅图画 告诉我们将来所要发生的事 比方说像约柜 约柜是会幕里面的一个器具 但是圣经告诉很明显的 你看约柜是整个会幕的灵魂 所以什么时候约柜被裸了 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的荣耀就离开以色列了 那么约柜的一面来讲是什么呢 一面来讲是旧约里面的 会幕里面实在的东西 但是到了新约 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 旧约是会幕不错 但是如果你读到这个约翰福音 怎么说呢 他说道成肉身 然后呢 支搭帐幕在人的中间 在原文是支搭帐幕在人的中间 所以可见旧约的会幕呢 所预表的乃是我们的主 现在我们的主来到地上 来到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 他走到什么地方 就支搭帐幕在人的中间 那么在会幕里面 他们看见神的荣耀 然后谁呢 约翰就说 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耀 所以会幕本身就告诉我们说 将来我们的主 怎样有一天要道成肉身 要支搭帐幕在人间 那么这个人间就好像那个大的 大的框野一样 所以你看见吗 这里很明显的 根据新约的话 你就能找到一些的预表 这些预表就是一幅一幅的图画 那我们刚才说过约柜也是这样 那约柜好问题是会幕的中心 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 今天好问题的今天 对基督徒来讲 基督当然是我们的中心 所以你看见种种这些 神种种这些 不过是一些图画 让我们能够明白将来所要发生的事 那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觉得这个地方不能看得太快 走得太快 跑得太快 比方说像谁呢 像约瑟 大家可以看 你如果仔细图约瑟的话 就非常有意思 你看这个约瑟 当他生下来以后 神就安排他 安排他一生的经历 17岁的时候就被卖了 然后被他兄弟恨 然后后来做了宰相 他先是受苦 然后最后得了荣耀 你如果仔细地读约瑟的话 你不能不想当我们的主 因为他在很多地方太像我们的主 所以在旧约很明显 神画一幅图画 就给我们看见说约瑟的种种呢 是怎样呢 好像就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告诉我们 将来我们的主是怎样的 你看约瑟不是他父亲所喜爱 我们的主当然是神怀里独圣子 然后你记不记得他怎样给他一件彩衣 那么然后呢 结果他被他弟兄所恨 也被弟兄所骂 我们的主也是这样 那最后你还记不记得他是没有罪的 结果呢 他的祖母陷害他 然后他就下到监牢里面 所以他是无辜的 却裂在罪犯之中 那么你记不记得有一个久战 有一个善长 对不对 然后呢 有一个得救了 一个怎么样 砍头了 所以很明显的 这是什么图画呢 这个不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图画嘛 主耶稣钉十字架他列在罪犯之中 他是没有罪的 你知道他是无辜的 然后那个两个强盗呢 一个灭亡了 一个得救了 所以如果你仔细来看这个约瑟的点点滴滴 你很明显 你可以从新约里面找出很多的类似点 那么现在你回过头你就知道说 不错 讲到将来基督的未来 有很多很多的预言没有错 但如果真的把主耶稣一生整个的点点滴滴 很生动的描写出来 那么当然什么 当然是这样一幅图画 很清楚嘛 非常清楚的一幅图画 那么但是不止如此 这个一面是预表将来要来的基督 是不是 这是没有错的 但另外一方面呢 你看见这是双重的 为什么双重的呢 你如果仔细去读约瑟的历史 你就看见说 他有的时候被人卖了 他为什么被人卖了 他实在说来 神为什么让他做基督的预表呢 做基督的预表就是现在神安排他的一生 指挥他的一生 掌管他的一生 他整个一生的这个整个的经过 不是他自己的 他那个蓝图是根据将来要来的基督 将来主耶稣来到地上 他是怎样的被卖 然后他怎样的是列在罪犯之中 所以你现在你看见吗 在旧约 主耶稣还没有来到的时候 为了要预言预告这件事情 你看神老早就安排了这个约瑟的一生 所以约瑟受了许多的苦 不是他自己的 他的苦难那是为了基督来受苦的 往远看 他是为了基督来受苦的 所以你看见整个事情的过程 没有 所以你看见很清楚 他怎样的本来 他做了四组梦 对不对 那么我们做梦常常做梦 我们就像有一天做总统 但是这个梦到现在就一定不会实现 那么你看见我们的梦常常不实现 但是约瑟的梦会实现 所以他的哥哥说你看那个做梦的来 我们的梦不会实现 他的梦会实现 他有四组的梦 为什么他的梦会实现呢 因为他达到梦的那个过程里面 你看有四件衣服 那个彩衣变成血衣 对不对 这是一件 然后呢 后来呢 被卖了以后 被卖了以后 你记不记得他做管家 那管家的衣服后来 因为他的祖母引诱他 结果把衣服丢在他的手里 你看见吗 那个是他做奴仆的衣服 然后最后呢 到了监牢的时候 有个囚衣 最后呢 一件细马衣 你光从这几件衣服 你就看见整个的过程 他最后是达到荣耀了 但是呢 达到荣耀的途径 是经过卑微被弃绝 所以是先辈为后得了荣耀 那么这个很明显的 你看见说 一面是我们的主毫无疑问 你看见我们的主最后坐在 现在他可以把粮仓打开 他的的确在荣耀里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反来到他面前的 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的供应 他就是约瑟所预表的 这个很清楚的 但是不止如此 一面你就对约瑟的本身的经历来说 经历来说 你看见吗 他事实上为什么神这样安排呢 因为点点滴滴呢 乃是要他向将来的基督 所以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说 圣灵在约瑟身上的工作 是把他磨成将来要来的 那一位的形象 是不是 所以现在你如果读约瑟的一生的话 一块石头两只呢 一面他是预表基督 没有错 但是另一面 就对约瑟自己来说 他所经过来说 就预表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许多时候怎样被人误会 你看见我们走的乃是狮子架的道路 那么经过从血衣被弃绝 然后呢到奴医 然后到囚医 最后到戏马医 你看见整个的过程 慢慢的我们就磨成 圣儿子的形象 那终于我们的梦实现了 所以今天很多的年轻人 当他一开始蒙照 一开始为主播中的 都是有个梦的 但有的梦从来不实现 所以我们要知道 约瑟的梦能实现 它不光有异象 而且加上十字架 那个四件衣服所代表的 那是十字架的工作 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个所谓的异象 就是vision 加上十字架是cross 最后等于什么 等于我们的天职 就是vocation 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希望 能够让在神的手里有用 有很多人从黑法 到了白的法 一直做梦 那个梦没有实现 但是你看见 约瑟的梦能够实现 为什么 这里有一条路 那个路呢 是约瑟给我们看见 所以你看约瑟虽然是旧约的人物 一面是预表基督 但是同时预表到将来所发生的事 包括基督徒来说 以色列人 属地的子民 怎样在旷野漂流 就预表我们将来 在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怎样的失败 怎样的跌倒 怎样的蒙恩典 但另一方面 也给我们看见那条到荣耀里去的途径 所以没有十字架 就没有冠冕 那这些图片在哪里呢 这些图片当然在旧约里面 所以我在说 许多人坚持说 你读旧约只要读历史就好 不 你看就有预表 当然预表不是随便读的 你发现预表 你需要有圣经的根据 新约的根据 那个字是在圣经里面 图是在旧约里面 所以呢 今天如果你要确定 这是不是就那张图画 你要在新约里面 找的证据才可以 那么有很多地方 我想你能够确定 亚伯拉罕是预表什么 有很多经文能告诉我们 亚当是预表什么 所以当你读这个旧约的这些种种 一面你是读到 以色列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神属地的子 如果这样的话 光是属地的 但是不 他事实上所反映出来的 也是将来 属天的子民 他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那更重要的 他忠心的乃是 启示这位基督 所以不管怎么样 你看旧约 因为这个缘故 他的体材 是一个混合体 一面是一面是预言 一面是预表 一面是文字 一面是图画 那么事实上 如果你读这个旧约里面的预言书 包括 先知书 十七卷 包括启示录的话 你会发现 预言的 预言的那个 体材本身就是混合体 一面是文字的 一面是图画的 那么 那么整本的旧约 因为它是在 那个期待的气氛里面 所以很自然 当你展望未来的时候 是文字的 加上图画的 不过那个图画 不要忘记 那个图画 根本就是用旧约里面的 现成的人物也好 纪物也好 用这些来做那幅图画 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说法是准确的呢 你如果仔细地去读 新约就很 你读这个希伯来书 就很清楚 所有属地的 所有属地的 不过是属天的拷贝 所有旧约的 不过像影子 到了新约的 那个尸体就来到了 所以在旧约 你看一只相片 到了新约 你看这个人就来了 所以呢 是你分手的时候 你才需要看相片 如果人来了 没有一个人 还天天拿着相片看 你看见吗 所以今天很多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难度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你犯了罪了 你现在还要牵牛牵羊来吗 不需要 牛和羊 不过是影子 尸体是谁呢 尸体是基督 他已经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了 旧约安息是不错 你一定要有一天 好好这一天分别出来 但是那个尸体已经来到了 我们的主已经把那安息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天天都是安息 你看见吗 每一天都应该在主里面 有一个更美的安息 所以你看见 这个就是新约跟旧约不同的地方 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的话 那弟兄姊妹 我再说 你可以把旧约弄熟了 你那个不过是一门的学问而已 不过就像地上的历史一门的学问而已 对我们有没有帮助 对我们就没有帮助 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 这一次周末在一起 目的就是盼望能够帮助弟兄姊妹 到底圣经是神所漠视的 所以我们要记得 旧约是神的话 新约是神的话 那我们要知道怎么解释神的话 那这一点 我想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等到我们把这些统统 弄清楚了以后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正式地进到这个旧约里面去 那旧约当然最重要 最开始的一卷是《创世纪》 那我顺便提醒大家一下 《创世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卷书 因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全本圣经那个胚 最早那个胚 生命的胚 通通是在《创世纪》里面 你如果要知道任何事情的起源 宇宙的起源 人类的起源 婚姻的起源 堕落的起源 种种种种 你看见几乎都在《创世纪》里面 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 整本的《创世纪》呢 乃是 整本的《创世纪》可以说是全本圣经的续 这点很重要的 它开了头有结束的 等一等你就看见它会有结束的 所以它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续 你叫会写书的人 它有续也有拔的 它还没有写完以前 它写在前面 这是它的续 然后呢 写完了以后 最后来个拔 那《创世纪》呢 是全本圣经的续 《启示录》呢 是全本圣经的拔 那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大家要记得 今天你要解释成本的圣经 你一定要把《创世纪》把它读书了 那这次我们没有时间专一的来看《创世纪》 我记得我在谈纽约的时候 我们还在美国还特地有一次专题 我们大概也是花了好几 花了十几堂子 我们就是看《创世纪》的《创世纪》 上面那个《创世纪》是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创世纪》 那么的的确确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看 不过这一次我们再说 我们是目的是新约 旧约 所以我们只能轻易点水 不过我要点一下 就是整本的《创世纪》呢 是整本全本新旧约的续 那么这个是非常 这个我希望大家观念能记得 所以我们呢 可能也很快地轻轻点水一下 点一下大家就可以 你就会发现 你好像你拿了这几点 就可以把整个的新旧约 就可以把它解开了 那么大家不要忘记 还有一点很有意思 就是说《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续 《创世纪》第一章是《创世纪》的续 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读全本圣经的话 那么第一章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第一章呢 几乎就把整本新旧约的轮廓 为我们打开了 解开了 这是《创世纪》 但是呢 这个《创世纪》第一章 又把整个的《创世纪》 把它大概地把它解开 所以我想我们当然 现在就回到《创世纪》 就来特别从《创世纪》第一章来开始 那么第一章当然是讲到宇宙的起源 这个没有疑问的 不过当然第一章呢 可以说是在传福音的时候 是比较不容易的一章 因为很多的朋友们 他们对第一章就起了很多的疑问 那我想我们这次没有时间来看这些问题 我愿意弟兄姊妹知道说 这关于这个宇宙的起源 实在说来呀 《创世纪》在希伯来原文 只用76个字 你从来在人类的文献里 你找不到一个文献 这样的庄严 用最简单的话 把宇宙的起源 把它描写出来 而且没有迷信的色彩 大家不要忘记 《创世纪》是摩西在埃及的 埃及 圣经说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 然后呢 他写了《创世纪》 那么你想想看 他当然受了埃及文化的 有熏陶和埃及文化的影响 那埃及的文化 当时告诉我们说 这个地球是怎么来的 本来是像一个蛋一样 不过上面有翅膀 那么翅膀慢慢慢慢 后来掉了 那么这个地球就是我们的地球 那么人怎么来的 人乃是在尼罗河啊 毛毛虫变的 所以最早讲进化论的是埃及 所以讲到人类起源 第一章是宇宙的起源 第二章讲人类起源 那么如果今天你在埃及的文化底下 熏陶过的话 你不知不觉的你会受他的影响 但是请大家读第一章 全部一章 你找不到任何的影响 所以你看得出来 的的确是神漠视 摩西 然后把宇宙的起源告诉了我们 那关于第一章 有几种不同的解释 那我很高兴的就是他有几种不同的解释 那就是说 这个关于创世纪 有几个不同的领会 那么真理在什么地方 真理很可能就在几个不同领会的中间 因为这是讲到宇宙的起源的 但圣经是很明显就用这个七个六个字 把它表达出来 那么到底你怎么解释 那么当然可能有不同的解释 那么关于宇宙特别第一章 很明显的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那么一个呢 就认为说这里的每一天 那是这一段很长的时间来说 那么这个就是 一天可以当做一个很大的时期 那如果你这样来看的话呢 你发现创世第一章和今天考古学的发现 你发现很多地方不谋而合 你发现它的次序都是对的 那唯一的难处是什么呢 唯一难处就是圣经说是 24小时有晚上有早晨 好像不是 好像和那个地质学的说法就不一样了 所以为着 但是另一面很惊讶的一点 就是它的次序是相同的 如果很多次序是相同的话 那么很当然呢 有的人就认为说 很可能这里的一天呢 那是指着很长的时间来说 那当然在旧约里面 那日是很长很长 比方说讲到主的日子 那烟花的日子并不止24小时来说的 那最少是三年半大灾难 那最少最少 是1260天 但是那个不是指着24小时来说的 所以许多圣经学者认为说 那么这个应该是很长的一天 那么这个 如果这样的话 你发现 在解释创世纪 你发现创世纪 并和今天科学的发现 严格说来 没有重大的冲突 那么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就是有一班比较勇敢的人 那么这就今天 一直到今天 可以说在福音阵营里面 是一个几乎 几乎现在目前等于是个逐流 那么就是相信说 这里面的一天 就是24小时 所以如果这样的追上去的话 那就告诉我们 不光人类很年 人类历史很年轻 你可以从六千年可以追到 你可以延伸可以延伸到一万年 或者一万多一点 那不光如此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宇宙是很年轻 地球是很年轻的 人呢也很年轻 那我们要为这些人感谢主 因为他们的确是很有信心的一般人 他们觉得 你不能用科学来解释圣经 你只能用圣经来解释科学 所以呢 他们就认为 神怎么说 就怎么相信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 有一般人所谓的创造论 所谓的创造论就是说 他不光是从圣经里面 认为神是这么做 然后呢 他就到科学领域里面去找 那么去找 就发现说呢 他根据 所以这一般人 他们是基督徒 也去做科学的研究 我当然是非常辛苦了 那么你研究了半天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 他们的结论就是说 光是根据 因为科学有一些 比方说吧 今天我们很多的研究 是根据这个基本的假定了 我们现在基本的假定就是说 在多少万万万年 以前的物理的定义 和今天的物理的定义 完全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才 如果当中不一样的话 那个结论是不会一样 所以今天的科学 事实上是 它的基础 是在几个基本的假定上 这个假定你不能证明的 那你从那里出发 结果你测量啊等等等等 最后的结果是一致的 所以这是基本的 那么创造论的人 他就追到根去了 就是说 你今天既然不能假定 你怎么知道 它是可能 如果你不能证明它的话 那么现在有可能 这里面是 这个中间经过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他们是着用各种理论 科学的理论去证明 去证明 这个宇宙是年轻的 地球是年轻的 那么这个是这一班的人 我想这是他们认为说 是这样来解释圣经的 那么还有一班的人呢 他们认为说 这个创世纪第一章 第一节跟第二节 有一个时间上 有很长很长的间距 那么所有地质学所发生的事情呢 就刚好在那一段的 间隔的时间里面 那么根据这一班的认证 他们的解释呢 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 这是一节 所有今天太阳 月亮 星星等等 都是在第一节已经完成了 然后呢 下面是地势空虚混沌 原文是地变空虚混沌 因为这个变这个字 和这个什么呢 和罗德的妻子变成炎柱 那个变是一个字 本来罗德妻子不是炎柱 后来变成炎柱 所以地本来不是空虚混沌 尤其如果你读以赛亚书的话 神创造天地并非是地荒凉 所以可见 你看神所创造大地是美丽的 没有问题的 所以很清楚 你看你明白 神所创造的一定是最美丽的 所以那是第一章第一节 那么空虚混沌 不可能是神创造的一部分 因为你如果仔细读以赛亚的话 空虚混沌 冤灭黑暗 那是和神的审判发生关系 所以这些词呢 是审判的结果 不是神创造的结果 所以如果你用全短圣语解释的话 那么第一章第一节 跟第二节中间就有很大很大的间距 所以这个叫做间距论 那么然后呢 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 那么他们认为每一天 一天还是24小时 没有错 那么他们的感觉就是 他们觉得就是圣经里面不错 那如果没有讲第几第几 光讲天的话 很可能是很长的时间 但是呢 如果讲第一天 第二天第三天 那圣经没有例外 一定是24小时说的 所以呢 有的人就认为 有的人就认为说 那么这里的一天呢 应该是24小时 应该是24小时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间距论 那么间距论大概在50年前 可以说是最被广泛 被广泛接受的 那么这个在三个论点里面 是完全从圣经的角度出发的 那当然完全从圣经的角度出发 当然是第二个跟第三个 不过第二个发生一点的难处 难处在什么地方 因为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 这个地球是古老的 你怎么知道地球是古老 不可能是年轻的呢 因为圣经明明讲到 古老的山岭 就是永古的山岭 那个永古的山岭 讲到山是永古的 那么永世的山岭 而那个永古的山 那个永世的山 那个永世的字和永生是一个字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个地球的年龄啊 是古老的一个地步 从我们的神是想象不透的 是很大 当然是没办法想象的 但地球的年龄是比你所能想象的 是几乎是不能想象的 所以今天科学要告诉我们 大概是四十五万万年 的确从我们有限的人生 一生来说 那实在是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圣经里面的的确确有很多 足够的证明 证明说 这个地球呢 应该是古老的 那不光是古老的 而且呢 而且你记不记得 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个太阳啊 出去好像新郎啊 你还记得新郎 从洞房里面出来 那么 所以这就给我们 这就告诉我们说 太阳的年龄啊 如果你和这个宇宙年龄比起来 如果一生是七十五岁的话 那么假定这个新郎呢 是二十五岁的话 所以大概什么 大概它三分之一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 这个非常有 这个非常有意思 所以这个就 所以从这里 你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 那么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太阳呢 应该是整个宇宙年龄的三分之一 那么如果今天 地球是四十五万万年 那么太阳应该比地球要再古老一点 假定它是五十万万年 那大概是如此 如果成三倍的话 那是一百五十万万年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今天科学家们所发现 所以从这里我们要清楚 这个关于创造的种种圣经 并没有完全地把它在第一章完全描写好了 事实上呢 是散布在全文圣经 所以如果真的从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你看后面两派都相信圣经的启示 都从那里出发 不过从纯粹解经来说 比较圆满的 那的确是对我个人来说 兼具论好像是应该比较靠近真理 但是我再说 严格说来应该整个的真理 真相应该是在这三个的中间 那么就说到底他和圣经有没有矛盾 和科学有没有矛盾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简单的回答 那无论 我们不管是 不管是哪一个 看哪一个任 哪一个领会是对的 但起码你看 这里有三个不同的模型 那我们相信真理呢 一定是在这个三个模型的某一个地方 所以就证明是 我们不必要确定说 哪一个一定是肯定 哪一个一定是不对的 但是起码我们知道说 圣经第一章 对于宇宙的起源是有了解释 那么尤其和科学的发现呢 能够做一番的比较 但是我想我们这次的主题不是这个 那么假定弟兄们 如果你们能同意我的话 那现在我只能说一点 我自己的感想 就是说 在我个人的感觉觉得 创世第一章呢 是这样来领会他的 从整个的历史角度来看 真正大概发生什么事的话 那么也许应该就是 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 是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那今天所 不管北京元人也好 什么元人 我们知道是应该都是 都应该在那一段时间里面 那么亚当族类 那的的确确确实比较年轻的 这个没有错 但是宇宙地球应该是比较 比较古老 那么所谓的建具论的难处在哪里 就是你好像找不到科学的根据 证明说 这个好像有有有这些事情发生 这个这个是没有错的 这个是比较最弱 但是这一般弟兄们 他们基本上是从圣经出发的 来吧让我们 看他的经验 等野荷华的山 奔向我们 神的殿 他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一定要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